大家好 我是韋寧 大家辛苦了 謝謝 哇 好開心 最近在忙些什麼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的話應該是9月份 會有一個新戲的演出 所以我們晚上9月就看得到嗎 對 但是目前還不能說 就保護就對了 好 另外一面的自己 驚為天人 就是我們今天看到韋寧的這個妝容的感覺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其實呢 大家如果手上有黏眼跟檔開看 其實韋寧今天整個妝容都是 就是我們Jews Stewart 在2022年秋季的全新彩妝 那你自己有沒有最喜歡的 最喜歡喔 因為我其實一直覺得Jews Stewart 他的所有產品的外販 都很像珠寶一樣 對 然後每次從包包拿出來的時候 就是投影清線的眼光 就是驚呼連連 哇 好漂亮喔 怎麼那麼閃亮 怎麼Bling Bling的對不對 對 尤其是小女生 你可以看到她們眼神中散發出光彩 是 所以說其實她們的每一個我都很喜歡 對 然後如果硬要我選的話 我覺得又是秋冬 那我當然一定是選擇紅色的嘴唇 紅唇的產品 因為我相信啊 妳剛才已經有推薦我們的大紅唇 那我們現場今天看 沒有人是走大紅唇的路線喔 所以呢我們現在開放一鳴 讓我們現場的這個好朋友 美女朋友好不好 男生就不要上來了 會嚇到我們大家 那我們選一位美女上來 我們來給我們的瑋妮 來幫妳畫出我們的大紅唇 來我們等會來看一下 因為今天啊 我們大家真的非常有福氣 除了說她會問一下她使用的那個 她紅唇是要考驗功力耶 所以我非常仔細在幫她畫 因為有時候妳沒有畫好的時候 那個唇跑出來了 會很明顯 那妳怎麼樣利用就是線條去勾勒出 非常漂亮的唇心是很重要的 細心的想要幫我們現場這位小美女呢 完成她的這個時尚的紅唇 好 差不多快要完成了對不對 還沒 好所以呢 如果現場的朋友呢 除了說我們的紅唇妳試過的 想要試一個的顏色 表現出我們的Jewster2012年秋冬彩妝的時尚紅唇 我們也歡迎所有的媒體朋友 都可以呢幫我們拍出最漂亮的照片 而現場的 其實有點小緊張啦 但是我覺得因為今年春秋冬 其實流行紅唇 那紅唇我覺得是一個妝容裡面 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角色 目前 九月份會有一個新戲要拍 但是因為新戲目前還是保密的狀態 然後相信會以很不一樣的面貌跟大家見面 然後那這段期間就是一直的 不停的做角色的功課 七夕情人節應該是 七夕情人節是假日嗎 那不是假日的話 應該就是陪我媽一起過了 或者是說等假日的時候再補過吧 其實我比較喜歡卡片 所以禮物對我來講其實不是最重要的 當然我自己也是會裝扮一些 比較呈現出不一樣風格的樣子出現 我覺得禮物倒還好耶 可是因為我自己我很喜歡 就是自己準備一些主題 譬如說這一次想說辦個貴婦啊 然後下次辦個什麼比較 從頭到腳我都會精心打扮貴凡 其實我們都主要是 以衣服來做取勝 譬如說像剛剛講貴婦啊公主啊之類的 金黃色假髮有嘗試過 對 所以小朋友他們自己是怎麼 解鎖的這種感覺 有這種感覺 就是什麼 我覺得 自己女生喜歡就好了 對啊 謝謝這些 謝謝 他有沒有點名 那當然不用不用不用 他不用他不用 那個小豬也當名字了 嗯 因為我們有傳訊息 對傳訊息 對傳訊息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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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